最近在追神仙姐姐的新剧,看了四十集还是忍不住感叹,姐姐的美貌杀疯了,真的有种毫不费力却美出天机的感觉。 虽然我们不能拥有天心的同款脸,但是它的串搭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,我给大家整理了很多非常使用百搭的单品,这才是大安国人应该有的移除。 最有风的地方是一部前缘生活治愈剧,大部分场景都是在远离大城市的家乡,所以许红豆的串搭整体走的是休闲日常风格,搭配之后又不乏时尚感。 仔细看剧的姐妹不难发现,神仙姐姐的很多搭配都有泡泡修的元素,这种类型的衣服竟能显得人清澈活力。 同样更是塑造剪紧线条,显连小的诀窍,纯色的泡泡袖短上衣,简约温柔的同时也不乏精致度,适当的腰部留白还会显得比例很好,脖子以下全是腿,极简的衬衣也是许红豆常常会选择的搭配,干净松弛的气质直接拉满,这种柔软面了的衬衫不会显得很成熟,而且穿起来也是非常亲肤舒适,很适合日常有同情需要的姐妹,相比白衬衫的温柔姐姐风。 蓝色的衬衫更会显得青春活力,最终许红豆也常常pick这样的穿搭,简直就是领家清纯妹妹一枚。 许红豆就拖了一个箱子回大理,却像变稀法一样,有很多漂亮的小裙子每天不重样,关键是去扒了囤捆发现价格还很平价,是直接可以抄作业的穿搭模板了。 Mossi这件中长裙真的是太有复古甜的味道了,宽松的版型没有一丝束缚感,非常随心也很适合藏肉,腰间稍稍收紧显得腰线很高,34级这套造型简直要没死我了。 复古绿的小短裙趁得姐姐格外白皙,大V领适当露夫,把成熟度、俏皮度拿捏得刚刚好,奶红色碎花裙自带发饰氛围,配上水仙姐姐的颜值,就像从油花里走出来的一样。 高开刹显得腿又细又长,气质绝佳,性价比超高,学生的们姐妹也可以称,剧中还有很多搭配的外套都是非常基础的单品,兼具舒适度和时尚度,无论是上班上学还是开春出游, 都可以找到参考,十穿性极高,紫色的针织衫套在吊带裙外,搭配可可爱的碗子头真的是太软弱了,宽丝的版型趁得人娇娇小小,这是设计时从哪个女大学生衣柜里选出的衣服,灰色卫衣外套也是雪红豆经常上升的造型,用来搭配运动裤或者是小短裙都很好看,可居家可出油,休闲舒适,可以说是万能搭配了。 这件排险绿的风衣刚出场时就惊艳到我了,清爽俐落搭配修身的裤子和马丁靴,让人眼前一亮,最重要的还是现白,户外穿这件感觉整个人都在发光,看完了漂亮的衣服自然少不了几双百搭又舒适的鞋靴。 这玩具我还去关注了神仙姐姐的社交平台,有几双鞋它是真的一直都在穿,柔软舒适的马丁靴,让我看看是谁的鞋柜里还没有一双。 飞姐经常上脚的这双,脚面中间有一条拉链,方便好吃的同时还可以拉长小腿线条。 搭裙子,搭牛仔裤都是时尚满分,这双白色尖尖小皮靴也是非常好看,后跟高度适中穿上更加高调美丽,价格也相对亲密,非常适合日常同情的姐妹们。 雪红刀日身运动套装,搭配休闲的续鞋坐在院子里打坐,真的很可爱了这种松弛感。 同款鞋子很多明星都有上脚,配色复古四季结衣,为了把沈仙姐姐同款,我简直要带着放大镜看剧,0.75倍速感觉就是为我设计的。 好在我找到了不少性价比很高的单品,轻轻松松就可以给串搭提升一个档次。 这款云朵包,俊瑞雪红豆拿来搭配了好多次,配封衣,裤子,裙子,杰克,小小一只,非常紧直可爱,拎在手里整个人都温柔了起来。 马尼的布袋包和APC的马鞍包也是价格相对清明的两款包包,随性摆搭不调产盒,包包的容量也很足,日常同行逛剑杯也不怎么会装款。 四季也是回到大力后的雪红豆常用的搭配单品,即在景间可以让原本素素的穿搭,一下子变得亮眼起来。 剧中,石仙姐姐还经常把四季马花变里,立刻变成了反式勇懒风的美人,要问姐姐最爱的是哪款耳饰,那必然是这副珍珠耳环了。 经过我放大镜追剧发现,剧中多款造型搭配的都是这副耳环,果然是基础搭配YYDS。 这是教会我们挑配式的时候选择一些小巧精致的基本款,既不会过分强硬,又能提升整体氛围感。 以上就是我整理的雪红豆的部分造型,的确神仙姐姐的颜值,让整体造型加分不少,但我们普通人也可以,在其中学到一些搭配的小巧词样。 不过说起秋冯的地方,她的故事聚焦在有着不同人生经历,但共同追求自愈的年轻人群体上,以温暖治愈的风格调性,讲述在于苗村发生的爱情、友情、情景故事。 无论是雪红豆、谢直遥、真挚浪漫的爱情故事,还是有风小月大家彼此扶持,积蓄力量的欢乐时光,亦或是阿乃家神闷剑,一书一饭的闲话家常,勾勒出一个个难忘的有风故事。 对此,不少我要点赞聚集温情治愈力,纷纷表示能够感受到聚集整体绵密醇厚的感情温度,聚集了生活中难得静下来细细体味,所处所感所思的契机,收获了一次难得的放松式治愈追剧体验。 剧集以松指洒脱的笔触对角色进行描摹,共同绘出一幅生动鲜活的人物立体群像。 雪红豆听风民宿正式营业,在于苗村开启人生新篇章,谢直要和同伴们携手努力,让于苗村迈出了文化旅游建设的关键一步。 娜娜在大家的鼓励下重振旗鼓,继续直播并与雪红豆共同经营民宿。 胡有鱼决定去北京勇敢追爱,出发前邀请大家去青巴为她的告别演出膨胀, 畸形笃定的谢小春和过去勇敢告别,继续为于苗村的发展填砖甲网。 黄青星继续炸根基层,绕于苗村的风吹得更旺一些。 大麦度过平静期后开始恢复写作,马秋山引来了创业的新起点,微风中一致正有。 再次起居共谈心愿,感怀这段经历成为大家决心改变的契机, 提供给所有人修缮自我的空间,也让大家拥有了重新触发的勇气。 去有风的地方,以田园之域作为题材定位,用诗意化的表达手段, 展现温情田径的当代乡村生活,风海相依三参四季, 聚集以集聚地域和民族风格的建筑服饰和美食为画面。 增添笔居格的情调,同时亦与真实细腻的人物形象, 刻画从侧面反映当代年轻人,多元包容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旧风的地方举重, 对大理至美自然风光,淳朴风土人情以及魅力分以文化的展示, 让观众多角度认识了大理,进而爱上了大理。 由此可见,旧风的地方不仅以优秀地勘势为文本故事托宽了展现空间, 还为当地旅游业助力,丰富了当代影视剧集创作的可能性, 为剧集复苏期聚定双赢共生提供了一定参考。 旧风的地方不仅能为观众带来观赏的可能, 还能成为其改变,个人生活的感知与触达的体验, 剧集以机枪的现实观照性, 构建起观众情感认可的桥梁, 值得观众在观看剧集后拥有与剧中演员同等量级的沉浸感体验,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剧集与观众的跨评情感共振, 虽然剧集的播出,告一段落, 但期间所传递出的生活态度与取舍思辨仍然具有现实价值, 与此同时,剧集构造起的向往生活, 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, 对现代乡村的真实样貌进行还原, 也对当代返乡青年的创业之路进行写实描绘, 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人间百态的真实故事, 实现了现实主义田园题材的创新性, 引擎化的表达, 时间不会停,幸福不会止, 物有会有时,总会有风来, 旧风的地方,与观众因风相逢, 以风前移,平风起承, 为大家展现了一众情年人, 在原生态乡村中自我疗愈, 构筑情感,寻找生活的神动侧限, 更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宣传发展, 注入一股崭新鲜活的能量, 旧风的地方今日圆满受关, 但其带来的治愈这风还在延续, 无可得垂进生活每一处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